NBA 今日是美国著名体育媒体体育话报继续公布NBA百大球星榜单 昨天,他们已经公布了落选名单以及排名51到100的球员 今天,他们又公布了排名31到50位的球员 其中,火箭队最为惊喜,他们不仅有两人入选 其中一位还高居第35位,排在第49位的是埃里克·戈登 排在第35位的,就是可林特·卡佩拉 去年,卡佩拉虽然也入选了体育话报的百大球星榜单 但即名列第58位,如今他一年篡生23位,强势杀进了前35位 除此之外,他在今下还和火箭签下了一份五年九千万美元的十月合同 生活可谓泼风,要知道在四年前 他不过是一位手轮木二秀 身体单薄,没有得本能力 罚手糟糕,经常犯错 只能才替补习商等待机会 可如今,他已经成为联盟一流内线 值得一提的是,排在卡佩拉身后的,有四位想当当的那些猛将 分别是排在第38位的亚当斯 第40位的小加索尔 第43位的小乔丹和第46位的德拉蒙德 除此之外,还有第36位的康利 第41位的格里芬 45位的德拉基奇 50位的德文布克 这四位球员真是各自球队的单家球星 不过他们都被卡佩拉碾压在身后 在2014届的新秀中 排名比卡佩拉高的只有恩比德和约基奇了 壮蓝维金斯锦排在第74位 榜眼秀帕克 5号秀丹特埃萨姆 0号秀斯马特和13号秀拉文 直接无人前100位 4号秀阿龙格登排在第66位 兰德尔和努尔基奇分裂第72和64位 都没有25号秀卡佩拉的排名高 能够在短短次年内完成密集 除了乔佩拉自身足够努力以外 火箭也是成就他的关键 自2016到2017赛季 哈登戴打一号位之后 乔佩拉的数据就开始紧喷 他在篮下把握机会的能力越来越强 去年修赛期 乔佩拉一关苦修 增加体重的同时 还提升了发球能力 最终在哈登和保罗的助攻下 乔佩拉打出场均13.9分 10.8个篮板和1.9侧盖茂的表现 同篮命中率高达65.2% 多项数据排进联盟前十位 在禁后赛与唐斯 2017年排在第14位和戈贝尔 2017年排在第15位的对决中 乔佩拉也不落下风 面对唐斯时 他场均能得到15.8分 14.2个篮板和2.04盖茂 唐斯能得到15.2分 13.4个篮板和1.04盖茂 面对戈贝尔时 他场均能得到13分 10.2个篮板 1.8次强断和3.6次盖茂 戈贝尔能得到12.2分 10.2个篮板 0.6次强断和2.6次盖茂 更加关键的是 这两个系列赛 火箭都以四比一的比分轻松 祭拜对手 球队战绩也帮助乔佩拉加分不少 在几天前的采访中 乔佩拉曾表示 自己新赛季的目标是入选拳明星 在实力得到媒体和大众的认可之后 他距离这个目标也会越来越近 在这一条路上 那一条路上 这样子一样的地图